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日受到低压带影响以及摩羯台风外围云系影响,北部及东北部云量偏多,且上半天会出现短暂阵雨,中南部及东半部则是一整天有不定时短暂阵雨。 温度部分,今日各地高温普遍在33至36度左右,尤其苗栗、宜兰、花莲及台东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摩羯台风通过琉球群岛后进入东海,受到其外围云系与地形影响,北部及东北部云量偏多,上半天将有短暂阵雨,中南部及东半部整天有不定时短暂阵雨。 午后在热力作用下,各地山区和近山区的平地需留意局部雷阵雨,民众外出时请携带雨具备用轻度台风摩羯今日凌晨2点时,中心位于台北东方540公里海面上,向西北进行,朝中国浙江沿海移动,直接侵袭台湾几率不高。 位于关岛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,则是在于12日2点发展为15号轻度台风利皮,中心位于台北东方2310公里之海面上,向北北溪进行,对台并无直接影响。 另外,位于广东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,中心近四质流,对台湾已无直接影响。 今日空气品质部分,云加南空品区以北风速偏弱,扩散条件不佳,指标污染物以悬浮威力为主。 北部近山区需留异物后光化反应至臭氧浓度上升,北部,中部及云加南空品区为橘色梯形等级,竹苗,高平,宜兰空品区及马祖,金门为普通等级,花东空品区为良好等级。 下周一至下周六,13日至18日,台湾地区均于季风低压影响范围内,中南部,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不定时的短暂震雨或雷雨,北部地区为多云道晴,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。 14日至17日时,低压带内可能有热带扰动接近,水气增加使天气不稳,各地降雨几率增高,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,中南部及东部,东南部地区有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。 国际都市气象,亚洲,大洋洲,美洲,欧洲,非洲,中国各地体感温度预报。 C,北部,中部,南部,东部,28,34,27,34,28,33,27,34。